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嗯,这个事情很有趣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特别把那三个词重新拿出来讲吗? 对呀 悲观的预测问题 是是是 理性的分析问题 乐观的去面对问题 那其实这起来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你得接受有问题 您说的太对了 我们今年的很多卖家因为去年 这个疫情带了一波流浪红利觉得老是天下第一 你就快想什么 凭实力赚坏了这些钱 又凭实力全败出去了 没错,我们一直说这个问题 在红利面前猪都会飞 但是在困难面前会飞的才是超人 好,回到一开始说的这个多渠道多平台问题 那我们现在很清楚了 悲观的看待问题 那对于整一个拉美市场 墨西哥市场 对,他进入的门槛 无论是税号 备货 清官 配送 偷妥 其实有门槛的 而且甚至说你的这个整一个的 原来你以为的一种方式 其实可能不是适合 甚至说这个品类 好了 悲观的有什么问题 理性分析问题 我们刚刚所说的 无论是从这个平台选择 品类的选择 订单履约的选择 尾程百分十到二十的这种差 头头率还是挺差别的 尾程 对吧 还有像资金回笼 这是理性分析问题 乐观的面对问题了 我要做这个事情 你总得给我的甜头吧 那我做这个拉美市场 其实有人在拉美市场赚钱吗 你知道那个朋友是怎么说 米哥你跟我说这个平台 我不知道有谁赚过钱 然后你就刚刚说 好像做拉美市场 都是些年轻人 那是不是说 年轻人因为他没有负担 然后他在那边做 努力做 做了处理成绩 可能是一千万来 千万就很好了 还是说 其实那边的蛋糕 目前还不是特别大 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 蛋糕都有了 有人在那边赚钱吗 首先 很直白的告诉您 是真的有人赚到钱 而且在 在矿大很多 很多店很多品类去做 然后 第二个问题的话 蛋糕到底有多大 这个可能 平台 能吃得下的 可能平台那边的数据更好 就是你 这么多人去 去那个 他们肯定是评估过的 OK 很有学的回答 平台的数据最大的 我问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 这比较熟的话题 就很多人说 你看做亚马逊的 把深深湾的房子都买了 好了 半年后 做亚马逊的 把深深湾的瓶子都包了 做拉美市场的 目前 我们看到的成长性比较好的案例 都会是什么样子 就你们接触过的 或者是 你们服务过的 这些 无论是传统的 我们叫 无论是原来大卖家进入的 还是说新卖家进入的成长性比较好的这些 可以分享一两个案例吗 他们是都是什么样的特性 除了年轻 除了很拼 这一段卡掉 它掉脑袋 掉性了 确实 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到目前为止 其实像做拉美市场的朋友 都很低调 独立战就不用说了 那平台型的卖家呢 在拉美市场 现在算是跑得比较顺利的 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们真的真的很低调 有些很多说 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聊就好了 所以说 有很多我不能够拿在台面上讲 他们其实有的一些特性 真的 其实跟其他的卖家都一样 他们就是拼 真的拼 因为他们有时差 他们又 而且他们又 有西班牙文的一个东西 而且有产品的包装不一样 他们又做不一样的说明 等等 真的很拼 你这个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整一个的外包装 语言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这么说吧 围城吧 就像那天所说的 做拉美的人 他不一定羡慕做欧洲 做美国的人 虽然量很大 很稳定 做美国 做欧洲人呢 可能看不上这个 做拉美的 那么小的市场 那么点的订单 也不出单 100单都叫best seller的这种 怎么考 但这里边其实 就看美根的想法了 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时间 我们一直在分析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一个模式叫 多平台 多渠道 这里边有很重要一个 一个信息 是这么去理解 就是对于卖家来说 欧洲平台 欧洲渠道 美国渠道 独立家渠道 东南亚渠道 神传渠道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渠道而已 这个渠道是 他投入会多一点 他产出会慢一点 他的收入就在那里 他只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也算是合理了 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 欧洲是一个很丰富的市场 这两者之间又不一样 其实最关键一点 其实卖家对于这个 整一个投入产出的 你不能拿一把卡尺 来去卡在全世界 对 就像物流一样 你们有被挑战过吗 当然我们还要 还要去挑战人家 这是我们 我们的要求挺高 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 目前的一个物流 还是不足以是 支持或者说服务好 现在的一个买家 或者说未来的一些 卖家的一个物流需求 所以说我们还要不断的去 优化我们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你刚刚那句话 是不是说意味着 拉美市场 其实整个自己的物流的 服务的要求会更高 相比美国欧洲的 这样一个市场 其实它已经被平台型 或者独立占型的 这种商家 这种平台吧 就把所有的一些 购物体验 就拉得真的是蛮好 蛮大的 所以说它也很有保障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可能你刚才说的挑战话 可能我更像平台那边 或者说更超越它 为一个标准 一个目标去做 一盘货 做多个渠道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多人的梦想 几层 其实是你的IT系统 资金系统 另一样旅游 是 物流 尤其是本土的物流 是 这个话题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次了 那我就不老上枪谈了 本土物流 本土海外仓的能力 跟这个服务时反应速度 以及尤其是发生 现在这样的 不能叫黑电额了 就是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时候 在本地海外仓 能作为一个综合服务的一个载体 这个时候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直发的 这种 它的一个优势 我们还是很清晰的观点 单一渠道也好 多渠道也好 单品的也好 多品的也好 它其实是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磨坏而已 物流也一样 拉美市场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说到缺点 缺点是什么 不能指它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 到现在还好 你说的这个包括脂肪 我们现在都在研究往回退的 直接就退回到国内 包括大货 我们都可以退到香港 以后再转回来 所以说 目前来讲 可能需要他们 商家压的资金 固扰选品会 比较要求高一点 其他倒还好 一站到岸 墨西哥专线 小宿地 大服务 墨西哥本土物流企业 自有当地清关公司 与配送车队 整体的资金周转和相比 像欧洲美国 没有那么快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 蛮大的 整体的资金 回流时间 大概会 相比 会差多少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我觉得其他的话 就是这个是一个门槛 是他们 做了之后 说有些人增大去做的时候 会发现 如果走 转运走其他 可能需要三个月 三个月 对 因为你走 海运过去 都要一个多 两个月 OK 然后再这样清关 再这样配送 对 就要是 你要去平台 订单再出 以后再去赚的话 都已经三个月 往上 所以做信息场 你又得有足够的耐心 对 有能力 有耐心 那当然你的这个利润 相对来说会更高 对 相对来说还好 还是就是 呃 那个坑位 为什么是你的 你要去 去获取 去争取 那可能你在其他 市场 现在平台那边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那可能现在 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个风险 跟成本 这个去 要去 计算好 嗯 关到总结吧 这个对于这个 新的渠道 新的平台 每个人都会自己的一杆秤 嗯 有人喜欢拿同一杆秤 去 在美国的秤 去量欧洲 量东东亚 量拉北 有些人这杆秤呢 他会调他的舵 他心里会 根据不同的 会有不同的预期 嗯 想要去多 做多渠道的人 他一定会去做 不想做的人 他只想 做好他那一抹三分地 这也没错 对不对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但凡 想说把去做 风险的 风险的投资 把风险做一个分散 那其实 所谓的幸福的烦恼 你相应的去做 相应的知识体系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包装 印刷文字不一样 对吧 甚至说整一个广告的 这个人员 也是不一样 好了 你对所有的投入 都会有相应的 要支出 是 而不是说 我直接就上美国 或丢到那边去 就可以了 理论上可能行 但实际上 肯定是本土化的 会更好一点 对 有那句话叫 鱼飞鱼 胭脂鱼之腐 是 那条鱼在拉美 游得很爽 那一群鱼 在拉美游得很爽 你得先进来游一游 你才知道 这个鱼 是不是真的那么爽 只在岸上 现鱼 那就算了吧 下来的 今天非常谢谢Neo 最后一点点时间 留给你 有什么想跟大家讲讲的吗 没有 好像是真的很感谢明哥 他是真的 我第一次聊天 发现不太怎么聊 然后每次跟明哥聊天 然后总给大家 带我一些新的东西 给我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 所以说这个真的悲观的 还有理性的 还有乐观的 真的很受益 所以说 米哥没有这么忙 或者说 再大一下我们 或者说整个拉美市场 我们在开一个专题 我们在很多人进去来 讨论更多的活动 可能对大家来讲 会更好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不足以去代表太多 我们接下来会做 更多的这种多渠道 多平台的 这种线下的小型的沙龙分享 就像Neo 这块市场的 或者说做这一类 你想去吧 记得看到视频以后 可以跟我们留言 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找到我们 我们晚一些吧 不是在今天 晚一些 我们会做一些 线下的 小范围的一些沟通 不做大范围的 信息永远是 小范围的沟通 会更彻底 关于更多的拉美市场的 这种综合信息 记得关注我们的阿米跨境 关注这个一栈倒案 在未来的发展 我们很期待 他们如何把整个土土力 继续往上升 关键要把价格拉下来 一定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关于这个拉美市场 多渠道 多平台的话题 到此结束 记得关注跨境阿米秀 关注阿米跨境 更多的商业商机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Neo 谢谢大家 拜拜